明天高端開打 那您是不是稍早曾有破問說建議蔡總統先去檢驗抗體 是這樣喔 它分成幾個層次啦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說啦 聽說坊間有人說他已經打了啦 我是不相信啦 我不相信蔡英文會先打啦 但是如果他願意抽個抗體 如果抗體沒有新冠肺炎病毒的抗體 就表示謠言自然就破了嘛 這是一個啦 第二個就是我們也想知道疫苗有效沒效 那如果現在抗體是沒有抗體 然後打了疫苗經過14天以後再抽 抽血看到有抗體就表示疫苗有效嘛 抗體濃度到底是多少 大家就有信心嘛 假如經過14天沒有什麼抗體 抗體不足以抵抗病毒 就表示疫苗無效嘛 大家就不要打啦 現在還有強迫當兵的去打 還有強迫很多這個 郵差 就是說沒有疫苗不能供做人去打 沒有打疫苗不能供做人去打 這是強迫嘛 對不對 等於是請軍入用叫你非打不可嘛 那有沒有效是很重要 我認為蔡英文從頭到尾就這麼支持高端 他等於是高端的top sales最最頂級的推銷員嘛 高端的市值已經從30億變成700多億了 都長了這麼多倍耶 那這種情況之下 60萬人雖然不多啦 也不少啊 也去登記啦 那蔡英文我覺得有責任有義務 讓大家知道有沒有效 最清楚讓大家知道有沒有效的 就是他抽選 看看14天以後抗體是怎麼樣 那你現在抗體零 如果你現在有抗體 當然14天以後不準 如果現在抗是零 14天以後 哇抗體很多 就表示 就表示 可能有抵抗力啊 那大家就會相信嘛 是最好的證明 當然蔡英文還是他自己啦 所以你不能勉強他 也不能強迫他 只是一個建議而已啦